常常在臉書放閃的艾莎 日前出席活動 非常熱愛運動的她 最近愛上了滑雪 記者會上海分享 跟老公第一次滑雪的 出球經驗 我第一次滑雪是跟我老婆一起 教練是當地的 不會講中文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說 OK 我可以幫你 但是那個當下 你也是第一次嘗試這件事情 然後你又沒有辦法好好的 就是你就是不上手 然後自己已經很忙還要翻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錯誤的一個選擇 那老公有沒有一直在問你說 他到底在說什麼 有沒有這樣子 他後來有一點不好意思的問 因為那一次我就是 一個人很忙 然後到最後有一點笑不出來 雖然發生惱人的小差距 但愛莎和老公兩人 已然超甜蜜 甚至擔心起有小孩後 會失去兩人生活 像豆腐都會跟我說 就是如果以後真的有孩子 我們可能很多時間都會 沒有辦法只有兩個人 所以現在我們要好好把握 所以趕快去滑雪這樣 我覺得想好遠喔 連身都還沒有深想到這個回去 從蜜月結束到現在 有在做造人技嗎 造人技後 其實我們沒有很刻意 就是順即自然 剛結束蜜月期不久的艾莎 也漸漸的把重心返回演藝事業 她跟TOLO想繼續在音樂上發展 最近有跟大嘴巴參與聯絡嗎 聯絡 前一陣子有聯絡 懷舊跟士林的那部電影要開始上嗎 就有討論到 那會一起去看那部電影嗎 會 回去看 你是說大嘴巴嗎 沐姐沒有啦 你自己會不會想要再出一個 如果有新的作品的話 就是因為我還是很喜歡音樂 所以希望可以有個新的作品 希望艾莎真的能盡快推出新作品 但生活幸福美滿的她 更讓人期待的當然還是 她和老公豆腐愛得結晶啦 完成了李星蔡長龍採訪報導